哈喽同学们你们都填完了没有 好现在跟着老师一起来 首先第一步叫一居上行正中央吧 对吧一在最上行的正中央就是这个位置 对吧然后呢二 二在一的右上方但是上出框界了吧 上出框界所以填在下边 对吧注意一定要在这一列出界 所以就填在这一列的最下方吧 继续二的右上方是三对吧 这个可以填三的右上方四 在这一行的右方没有填了吧 所以右出框石放左边吧 四方在这对吧 然后呢四的右上方是五对吧 五的右上方五的右上方被一占据了吧 所以填在五的下方对吧 然后呢六的右上方是七 这是快乐时光对吧 七的右上方是八 八然后继续八的右上方应该九填在这个位置吧 但是上出框所以怎么办 填下方吧 九 然后十又出框填左方 对吧 十的右上方被六占据了对不对 所以填在十的正下方 十一然后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吧 填到了右上方刚刚讲完 右上方想都不想直接填在他的下方 下方 十六对吧 十六的右上方 十七又出框填 左边 左边 十七的右上方上出框填 下边 十八十九 二十 二十的右上方被十六占了 所以填在二十的下方 二十一 然后呢 二十二对吧 二十二应该填二十三 又出框 前左边吧 二十三 然后二十四 二十五在这个地方 上出框 放下边 对不对 二十五 好了 同学们刚才选择题 你们都填对了没有 注意 罗伯法这种方法 要比刚才的阶梯法和队译法 要难掌握吧 但是 老师在前换方的时候 就喜欢用罗伯法 为什么 我不需要在外面多画几个框 对不对 所以呢 各有迁究 各有所长 而且有的题呢 可能用罗伯法要更快 所以老师希望同学们 一定要掌握 所以这道题 一定要重手去做 好了 做完了立一和立一的改编题 来看看老师的总结 再立一 总结中 我给大家提一个行 对义法也好 阶梯法也好 罗伯法也好 一定要注意 它的适用范围是 只适用于什么 基数接换方吧 好 老师比如说就举个例子 为什么罗伯法 只适用于基数接换方呢 为什么 因为在罗伯法中 第一个口诀是什么 一居上行 正中央吧 对吧 你比如说在三阶换方中 有正中央 对吧 刚才五阶换方中 也有正中央吧 但是如果换一个四阶换方 我们来看一看 四阶换方还有正中央吗 没有 在第一行 有没有正中央 没有 或者说正中央有几个格 两个格 对不对 而两个格到前 哪一个就不知道了 所以注意点 这三种方法 只适用于基数接换方 明白了没有 好了 那同样的同学又会问老师 那么偶数接换方应该怎么填呢 你先不要着急 今后咱们遇到具体的题目 老师在教你偶数接换方 同样有它偶数接换方的方法 好了 同学们 先把这三种方法 先掌握吧 先掌握基数接换方 好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